相隔近一個月 波音公司787夢幻客機再次飛上天空 架客機在美國德州達拉斯 當地星期四起飛 前往華盛頓州埃弗里特 不過機上沒有載客 只是由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批准作測試用途 試飛前先做過測試檢查 飛行期間會監測著各項操作 而且只限於在人口不密集的上空飛行 當局期望透過測試收集電池和電力數據 確定電池起火原因 另外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召開記者會 公布787客機起火價初步調查結果 主席克斯曼說客機其中一枚電池短路 繼而擴散到其他電池 導致客機無煙起火 委員會質疑電池的實際性能表現 和波音公司新報價測試結果又出入 波音原先估計電池系統會飛行1000萬小時 電池才可能冒煙 而且即使起火也不會蔓延到其餘電池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金營報導